因拍摄揭露中共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的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 而受到瞩目的大陆导演杜斌近期疑似被失踪 纪录片主角刘华向我们的记者表示 已经连续多天联络不上杜斌非常担忧他的安危 刘华表示杜斌每天都会跟他至少通一次电话 5月31日晚上在电话中 杜斌陈表示要去找纽约时报的同事 帮忙做一些翻译工作 接着几天都没有在联络上 我昨晚晚上比10点参加的敲门 没有人屋里的灯全都灭着 没有亮灯 因为我敲门敲了四天堂敲了五分钟 他隔壁就出来了 就说三天都没有看到他就没有被开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那情况 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 每天他的手机都是开的 结果他三个手机都被关了 刘华与记者通话期间 电话不时受干扰 断断续续 刘华说近期电话都是这样被监听干扰 没多久通话就完全被中断 一共才讲了不到四分钟 杜斌上月曾两次来港宣传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 当时他强调不怕中共打压 六四期间 中共当局全面收紧言论 并加紧对异议人士的监控 各地发生了大量访民被抓 民运民主人士被威胁甚至软禁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